什麼? 康奇組離婚? 你說的是不是百分之百準確的? 蒼天有眼, 她終於肯離婚了 我…我想怎麼關你什麼事? 以後做人別這麼白了, 四處唱人的事 一個康奇組頂十個口水威 多謝孫芳, 我終於有些新產不可以退出 我… 等等, 既然如此, 我應該搞大 打印了嗎? 我趙坤 我現在馬上要印一張海報 我馬上發照給你 謝謝… 這是什麼意思? 她印錯我的電話號碼 搞得我要逐章改 我是問, 四少爺為什麼要徵婚我? 她離婚, 離婚當然要徵婚 不關你的事, 叫你媽媽出來 若她不讓五折優惠給我 別指望我把你的重大新聞告訴你 別指望, 我也有重大新聞報 我也要五折 你吃了這麼多, 剛才你又不出事? 我還沒結帳, 還有新聞價值 我怎麼知道你說的東西值不值五折? 偽值? 這個新聞是關於祖哥離婚的 你說值不值五折… 這件事我才知道 凡事都說先來先得 後來老得不, 是不是? 總之你又有五折, 我也有五折 大家都有五折, 何須不犯者上 不是… 這麼大優惠? 我又不撿輸, 五折 你別說給他們五折, 我又沒有五折 祖哥, 他們正在發你離婚的東西 是呀, 還要問我拿折, 你說能不能離婚? 誰說我離婚? 不是我說的, 是趙坤說的 他在街上弄了一塊很大的海報 說要替你找老婆 我告訴你, 錯過了這個 你這輩子都會後悔的 我去婚有沒有想的? 你找八兩金吧 你幹什麼?我正在推銷你 我用不著你推銷? 你到處搶我離婚, 加什麼意思? 那你都離婚了, 我只是想幫幫你 再說, 離婚的男人現在很值錢 你要知道你屬於熟手技工 很多人搶的 這個人是我私隱, 你知道嗎? 你告訴我, 還私隱什麼? 再說你再私隱, 民政局總要知道吧? 現在很簡單, 你有這個需求 我有這個業務, 我們很應該合作 你不是說的, 是嗎?你死在一旁 我警告你 要你再說我離婚的事 連朋友也不能做 不…可以這樣 我查黑你的臉 就沒人知道是誰 你瘋了, 你還想委屈刑長 不, 我不收你會員費 別走 我告訴你, 別搶了, 是嗎? 是呀 甚麼事都先來先到 是呀 那你女人有這個業務 你走快點… 你走快點, 走快點… 你兩個人跟我閉嘴 你兩個人在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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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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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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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看你們兩個人不能打字 嬌姐, 我們打算一邊說八卦話 一邊讓客人聽著, 一邊吃一邊聽 可以多光顧你, 你有好處 沒有的 你死人頭, 如果我知道 我早點告訴你 你們兩個是否給我三百元 真是無人 無人 不是無人, 是無離頭 四少離婚, 關你們的事嗎? 當然關我的事, 是嗎? 阿祖這麼好的男人 如果我有女兒, 我也嫁給他 現在生得來得及, 你現在無言成 甚麼? 阿通有一個兒生女, 今年三十六歲 大姑娘未結過婚 跟阿祖兩個真是珠連碧合 珠連碧合的 三十六歲, 貪俱風嗎? 甚麼? 你不如找翠紅的三表姐才二十八歲 雖然是離過婚 但跟阿祖門當戶對, 還可以的 你真是死罵 每次都要跟我爭 三十六歲, 是老了一點點 是嗎? 人家大姑娘, 畢竟還沒結過婚 怎麼也好過你的婚同價呢? 族主, 你沒聽過那句話 叫做青春是無敵的 如果要生, 當然找個二十八 難道找個三十六高齡產婦嗎? 甚麼? 三十六高齡產婦嗎? 人家都說了, 吳芝丑, 生到四十九了 甚麼事 好 我不跟你爭, 正所謂說多無謂吃多壺 就要問阿祖哥要二十八還是三十六 是呀, 問她 你沒結過婚嗎? 怪我, 當然找個年輕人沒結過婚 剛才吃雞也想寫一隻雞箱子 有甚麼理由吃老雞拿三個蛋 關你甚麼事?沒有你粉嗎? 甚麼沒有我粉? 我大把女兒, 我四個女兒 大妹就已經看似有一隻了 甚麼沒有粉? 理睬你也熟 你這位主婦想接觸先, 我又輸了 我來不贏 阿崔, 你還沒賣我嗎? 我找個回頭來慢慢賣 搶一絲絲, 我搶風頭 我就沒想, 我會絲絲給你兩隻雞 小小子, 出來 你差這麼遠, 你肯讓我追到你嗎? 老少爺, 你們都來的婚 還沒要幹甚麼? 老少爺, 我要看保羅仔做功課 你找甚麼事? 現在有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我老婆有個親戚, 美女一個 介紹給你認識, 溫柔言熟 你浪才, 她有女馬, 天生有女 神經病 不, 你聽我說, 真好, 你想一想 不要想 想到最早 你真是沒風道, 沒道德 連我這樣就拜一婆 你也嚇死我九條街 你現在終於知道 年輕月重要性 你千萬不要聽她說 她想把她那個 翻頭架的親戚介紹給你 她怎麼配搭你 四少爺, 畢竟我都憑著你打 我對天發誓, 我絕對不會害你 我介紹這個給你, 是最好的 你一定要想 糟糕了… 先打斷一下 甚麼 你究竟明明男人的心態是怎樣的 甚麼 無論我們十八歲也好 四十八也好, 六十八 我們喜歡的永遠都是十八歲 因為夠年輕 年輕又怎樣 你回頭架 你終於是不如生死了 等等…我好多謝你們 不需要幫我做緣人 你們請回來了, 請回來了 我來… 小小小… 我介紹這件女子給你 你還沒想到七兩八丈 有沒有拖手能? 她現在是天的二代 當時我是天一代的天花 她是二代的天花 甚麼天一代 你問你有沒有想到 她才是十八歲 不是, 她是二十五歲 花瓷姬 究竟是十八還是二十五 請你說清楚, 差很遠 是呀 多少歲都好 剛才幫你介紹這件女子 不要拖手能力 又是… 又是你介紹這件女子 又老… 我們那些才是天子娘 我那些很高 我家親家做和尚 做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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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 阿祖出家? 這紅塵滾滾滾的 她真能狠得下心 斬斷情緣 我才不相信呢 等會兒 你是怎麼想起來 要把三寶寶姐介紹給她的 你自己想起來 我自己說了 想幫她找一個好歸宿 是…找 那肯定得找 必須得找 關鍵是得找一個 比岡前姐夫更好的 那祖哥就是適合河車 又英俊又有錢又成 不過現在祖哥 不想撐你的表姐 這人都沒見過面 那肯定不可能有興趣 要不咱撮合她們先見面吧 你認為你自己有這個能力 可以約到她們兩個 雙方出來見見面嗎 那阿美這個能力 你就找一個有這個能力的人 誰有這個能力 康奇藥 是這些說緣分的 一說到緣分 來…坐下 我們慢慢說緣分 緣分的事 即講即有 翠紅 有個表姐 好女孩 可以介紹給阿祖 沒錯… 說的就是我們那個三表姐 這人長得真漂亮 那就跟林志玲似的 就差了那麼一點點 不過關鍵是 人家年輕 才28歲 那配阿祖 可是綽綽有餘了吧 還有這個女孩 最重要是溫柔 現熟 孝順老人 不… 我怕阿拉不喜歡 有時候的事不是你想的 或是到時候 一個美女擋在她面前 一見鍾情一拍即合 就是 要不然創造個機會 讓她們見面 又是 對 對我說 你不像是大小千爺那個女孩 那天賭歌色 千爺, 女兒 死不死 她的樣子是頭髒的 不是賭錢就賭辣 我怎麼跟你聽 是啊 關鍵 千爺她有錢 家上一定是一個女孩 明白嗎 要我們把她們拉一塊 說不定 千女不分紅那件事 她就幫我們搞定了 這樣嗎? 是啊 好 我去找大小聊聊 不… 上次你們好像去找她 她的門口也沒有靈靈 不如這次找光哥聊 你得好一點 找大小聊? 對 喝止為止 是啊 大小肯定心急於自己弟弟的事 你要介紹你們鄉下村長的女兒 給阿祖 不要了吧 阿祖剛才離婚 不用急著結婚 是啊 光哥 阿祖沒有老婆就沒關係 是 但是寶羅沒有老母 很可憐 是啊 我錯過你的嘴巴 寶羅怎麼會沒有老母呢 人家戴安娜生剛剛在這裡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戴安娜 不可能是二十四年來看著兒子 對不對 一向都是你們康家 出人又出力地看著寶羅 現在祖哥又變了寶老 肯定沒有心思去看兒子 那小孩子很容易學大 那倒是 那你放心 也行 寶羅不知道多乖 奉子不會走錯 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 小孩子不可能一天就變壞 對吧 那倒是 是呀, 再說 四少爺肯定要結婚 是不是 那他遲早找老婆 就趁著他兒子還沒學 快幫他找臭小孩子 但是我不知道阿祖是什麼意思 那你是大哥雷 你安排四少爺去看 他沒理由沒有去想看 那… 這樣吧, 你先跟四少爺商量一下 等一下, 我這裡回去帶那隻天花 來等他們見面 等我們面對面, 眼對眼 什麼?村花? 是呀 它是我們朝天的第二代天花來的 那第一代村花是誰 第一代村花是誰 第一代村花, 那就是我 真可憐 第一代村花是這樣的樣子 第二代村花也不幫好去哪裡 說不定, 一…一道閃電片 過來的片, 出外的火花呢 見面又沒有洗衣服的 是呀 那… 想想吧 找救兵 看看哪個救兵, 滑視拳 祝先生, 不關你, 說話說慢一點 什麼十萬火急 我現在的鄉下不知道多好 好, 沒什麼事我就不打算回廣州了 什麼?阿祖出了大事? 不是吧?你千萬不要嚇我 我知道了… 那…我現在馬上回來了 謝謝 祝奶奶, 十二道金牌照 你這麼急什麼事? 阿匡, 你是一家之主 整個康家的頂心慘 什麼頂心慘 不是…是頂娘署 所以你開口, 他們一定會聽你說的 那裡到底是什麼事? 是好事還是壞事? 好事, 百分之百好事 是嗎? 等一下, 看看… 看看你的照片 什麼? 這個不是阿通? 是呀 旁邊的女孩子 這個是阿通的兒生女 漂亮嗎? 漂亮是挺漂亮的 漂亮就行了, 是不是? 你知道嗎? 我現在想把她和你們的阿祖兩個 拉在一起 看, 她今年三十六歲了 只不過她從來沒結過婚 做人清清白白, 絕對襯得起你阿祖 祝姑娘, 我阿祖條件這麼好 有很多女孩子追 條件再好就快四張東西了 畢竟我們都要問過阿祖才行 問什麼? 問什麼? 找一個時候 就把阿通的兒生女 和阿祖兩個 拉在一起 他們兩個就 你看我, 我看你 看下, 看下 一陣閃電 就在我心靈當中飆出 愛火花 是嗎? 行不行? 嘗嘗嘗嘗嘗 我都說可以了 真的這麼多人介紹女朋友 然後被拉送食 話說回來 阿嬌介紹的都挺實際的 我看可以安排阿祖和她相看 翠紅的三表姐說得不錯 大嫂 你和翠紅的親戚有沒有見過? 你什麼親戚 她只剩下老鄉而已 那三表姐是她親戚, 不熟 低調專業 不要緊, 可以在現場見 對吧? 或者生得多漂亮 是嗎? 祝太太也好 翠紅也好 阿嬌也好 都是為阿祖好 不是 這麼多人關心拉叔 聽起來真的很感動 這麼多女孩 一個一個叫了時間 拉叔會不會受不了? 那大家 關心阿祖也是為了阿祖好 是嗎? 沒錯 說不定阿祖一個合適的緣分到了 就完成了 可惜我們二嫂不在 她就醉了 這件事你真的不要指望她 你想想, 她和阿忠都分了這麼多年 一直手心如玉都不肯回家 這件事她一定不會支持 有道理 對 趁著她在潮州未回來 我們趕快安排這些女孩 在同一天相看 又可以省時間, 提高效率 最好就是這樣 早安早放心吧 早安 早安 四少爺 拜託你不要在這裡走來走去 好嗎 你坐下吧 貴客很快就到了 大叔, 你可不可以猜 究竟是甚麼貴客來 要我聖贓接待 阿祖, 你坐下吧 我怕, 坐下… 坐下… 放心, 等我 不好意思, 讓我來遲了 不是吧 我們恆家等的貴客就是她 不是…我… 貴客來不了 為甚麼 剛剛得到最新消息 阿通的兒生女兒結婚了 那隻壞女兒 三十六年都嫁不出 忽然間不聲不聲 嚇你一怕 自己走去嫁鬼了 是吧 難為我還摸心摸肺 四周五幫她介紹對象 真壞 慢著… 叔叔, 你說這些話 和我有甚麼關係 當然和你有關係 因為我在幫你找老婆 這麼辛苦 不過看你沒有這個福氣 我明白了 原來要我坐在這裡是幫我相親 是呀 不好意思… 是代我老婆說的 不好意思… 你認識甚麼 你認識甚麼狀況 翠紅剛才給我電話 她說她的親戚已經復婚了 浪費氣 我也不知道 我猜不到現在的年輕人 又喜歡閃回來又喜歡閃來 想不到還玩閃服 好吧, 既然浪費氣我就可以走了 別… 他們兩個不來 你走甚麼才行 他們不來我就可以走了 不是呀 阿嬌那裡還有一個 阿嬌, 現在兩個不來了 只剩下一個 你一定要好一點把握機會 是呀 情況有變化… 阿嬌, 你別告訴我 那個又結婚了 沒有, 是結婚 是清掌沒有給她的女兒離婚 你… 甚麼意思 清掌打電話給我說 如果她的女兒離婚 她的女兒就會跳槍死 而且清掌又沒有給她的女兒離婚 是呀, 四少爺 你給我幾點時間 我翻身一下 我想辦法叫她的女兒 那我就… 你只是要我做第三者插足 我錯了 阿嬌… 你這樣做就只是耍我們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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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們兩個 搞得大家請假 老爸媽只是特地信得趕出來 全是流行的 如果沒有把握 不要當時拍了心口 那… 四少爺很值錢 真是手法有, 手盲也沒有 那大家當然要請 你當我阿嬌有金屬嗎 很值錢 那如果寄完值錢的話 那我就不如做一個鑽石寡佬 主哥你好, 我叫Nina 你好… 你好… 你看看你的肚子 我好像有五個月的寶寶一樣 你們覺得我的新生活 是不是很閃爍呢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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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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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